妹妹被姐姐诬陷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弄明白 昨天姐姐的DIY文具盒被妹妹弄坏了 妹妹挨了一顿打 和很多宝宝们说妹妹是被诬陷的 不行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姐姐 妈妈买了粘球 你想不想玩呀 想玩 想玩的话那你告诉妈妈 姐姐的文具盒到底是不是你弄坏的呀 真的不是我 难道真的不是她吗 姐姐 你去把姐姐文具盒拿过来 妈妈用一下 姐姐玩的盒在哪里呀 我不知道 妹妹都不知道文具盒放在哪里了 看来真的是我冤枉了她 等佳和回来我好好问她 回来了 佳和 妈妈问你件事 你要跟妈妈说实话哟 妈妈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想问啥 妈妈对不起我昨天给你撒谎了 文具盒不是妹妹弄坏的 那你为啥要诬一下妹妹呢 因为她有失惑后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教训她一下 怪不得你昨天那么快地原谅她了呢 宝妹终于真相大白了 真的是姐姐诬陷了妹妹 不过姐姐曾经错误态度很好 你没说我还要不要惩罚姐姐呢 有本事你永远别出来 出来看我不打你 妹妹你快开门 佳和 你干嘛呢 妈妈你可回来了 你看妹妹把我做的手工都给弄坏了 这不是用彩泥做的吗 你再做一个就是了 彩泥都用完了 哪里还有了 这不是妈妈又给你买的吗 妈妈你之前都是买的什么呀 有彩泥 马克笔 中性笔 变签子 橡皮 还有全自动削笔机 都是给你准备的学习用品 妈妈你给我买这么多呀 琪姐你过来 你是不是又把姐手工都坏了 对不起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你还敢出来看我不打你 好了佳和妹妹都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她吧 爸爸们我可不能这么轻松的原谅她 该怎么惩罚一下她呢 完了完了妹妹今天又要挨揍了 妹妹妹快开门 我冬死了 好 不要挨打我呢 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再不开门 我这都感冒了 佳和你在外边干嘛呢 这么冷的天天连衣服都不穿 妈妈你可回来了 我这生粉丹姐妹妹就把我关外边了 我喊了好准她都不跟我开门 把你把衣服穿上别动到了 琪姐你干嘛呢快开门 妈妈开门可以 不过你自己进来 你赶紧开门吧 外边都下雪了多冷的天呀 你怎么把姐姐锁外边了呢 万一都打卖了怎么办 谁让姐姐老师欺负我的 你讲不讲道理了 你问我粉丝宝宝妹 到底是谁欺负谁 就是你欺负我啊 行那我今天就好好欺负欺负你 你说真的嘻嘻嘻 嘴咋那么硬呢 给姐姐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非得把姐姐惹火了 这回好了 肯定跑不了一顿爱的教育 你说她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啊怎么办怎么办 扣了两千多块钱 妈妈这都肯定会打我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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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我家坏了 这回必须奖励你 走带你去吃好吃的家 佳河说现在还没缓过劲来呢 先整口饮料压压精 吃饱喝足了 带他去超市买点零食 来安慰一下他受伤的小心灵吗 前两天答应了粉丝宝宝 要做粉丝头像专属包囊堂的 今天呢就在评论区里 选几位宝宝来做 看看有没有你吧 你怎么把佳河的手工拿回来了 回来他就不愿意了 没事 我这是给粉丝宝宝没做的 你别做了赶紧去做饭吧 我都饿了 我刚买个火箭面 你去泡着吃吧 你怎么买这么多呀 又放多少钱嘛 这咋吃呢 用水泡着吃呗 背着牛吃都不会吃 好了宝宝们 我们现在开始选咯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今天选了八位宝宝 先把头像打出来 没有选到了也不要灰心哦 你们喜欢什么色系的打出来 下次让佳河继续给你们做 粉丝头像棒棒糖做好了 你们喜欢吗 对了 记得点餐哦 下次一定会有你 妈妈妈妈你过来 西姨你过下来 你干嘛呢 妈妈 我头发都快被妹妹抓掉了 你也是 你都这么大了 还被妹妹骑着抓头发 你也太没用了吧 还有你也小西姨 你不能老是抓姐姐头发 脏很疼的知道吧 妈妈 你看看妹妹你太皮了吧 真心重 你还说呢 干嘛不反抗 这么大了 天天被妹妹欺负 妈妈我不是怕一发生 把她发地上去吗 你看你欺负姐姐姐还替你考虑 怕摔疼你 赶快给姐姐道歉 你还不知悔改了是不是 来家伙 你去抓她的头发 妈妈不要 你不抓我去抓 疼不疼 妈妈疼疼 以后还抓不抓姐姐头发了 我要带牙我抓了 姐姐对不起 没关系以后不时再抓姐姐头发了 妹妹这个小调皮啊 每天都会挑起战争 今天我必须用这种方式教姐姐 什么叫以牙还牙 让妹妹知道有多难受 绝不惯着她 我的天呐 天呐 妹妹又闯祸了 给姐姐买的DIY文具盒到了 没想到却被妹妹拿去祸祸了 今天收到一个快递 打开一看是给姐姐买的DIY文具盒 她也不在家 我还是放在桌子上吧 等她回来让她自己做 没想到我就去个厕所的公司 不了却被妹妹拿去祸祸了 这次给姐姐买的文具盒 你看你都化成啥样了 这个细细啊一会儿都不闲着 真是应了那句话 孩子惊悄悄 毕竟在捉腰 化成这样还能不能洗掉呀 姐姐回来看到这样 肯定又要收拾妹妹了 赶紧去洗洗 还好这个很容易就洗掉了 到点儿呢 姐姐也该放学了 佳河你快看帮你买啥 我爱说文具盒吗 那我看你看呢 这不就是留在给你做的吗 快做吧 这次买的主题是这小狐狸 叫什么来着 你说我这脑子 怎么关键时刻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宝宝们 你们知道她叫什么吗 妈妈我做好了 终于大功告成了 宝宝们快来评价一下好不好看 我觉得太漂亮了 妹妹说不 这孩子看见姐姐就往屋跑 这是又做什么坏事了吧 怎么了 都是气臭臭的呀 你问我妹妹他办的好事 他说我今天被老师批评了 老师还批评你了为啥呀 怎么还跟妹妹有关系呢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明明把小白鞋放进书包里了 今天走到学校里书包里就是没有 我是他妈妈 那是谁 开了我 光了一天那天 老师还笑了我一顿 你确定不是你自己忘了妆了 我非常最近 他就是故意整我的 那要真是妹妹干嘛 那就太过病了 你也别生气了 我去问美常哈 谢谢你给我出来 看见姐姐回来你藏什么 我把他给你姐姐打网了 原来真是你干的呀 你赶紧给我出来 我跟我去 想要他诬险我的 行 你不出来是吧 有本事你又别出来了 这样他呀 你这样是他 我干 你说这姐俩一天天的 一点也不消停 妹妹说姐姐昨天诬陷她 白白挨了走 今天才偷偷把姐姐小白鞋藏起来的 这一天天整得我都迷糊了 这到底怨谁呢 我的天哪 这孩子混混完姐姐的东西 又打起我的主意来了 刚去洗个脸的功夫回来 就看到了这一幕 差点气疯我 谁干的 这是你俩谁干的 妈妈 那是姐姐弄的 妈妈不是我 我的看见是 是妹妹弄的 谢谢 果然是你弄的 妈妈 这个天是姐姐弄的 也想花单呀 你少无奈你姐姐 我用饺子都想都是你干的 你姐姐能干这事吗 不要我 妈妈 妹妹刚刚的口红手上一定要口红药 对对对 你趁着手来给我看看 我不要 你给我趁着手来 看看看 还说不是你弄的 这手上是啥呀 你还不承认 我让你画画 我让你画画 不就是一个空空吗 你看妈开始打扰 我还没怎么打她呢 我今天非得收拾的不可 上海能画画不得分奖上吗 走 老婆留下味儿去 你说这孩子咋这么不省心呢 天天就知道霍霍 口红虽然不贵吧 十几块钱也是钱呀 哎 打得我的手都疼了 你们说我今天下手是不是有点重了呀 一千块钱买个旧娃娃 这孩子不打不行了 我不让你去碰 不让你去碰 你非得去碰 这样好了 一千块钱没有了 只能约我妈 是小冰女撞了我一下 玩具开价吧 你别管谁撞了你 玩具是在你手里掉的吧 你不去玩它能有这事 我也会去呀 刚才带她俩下楼去溜达 看见邻居大娘领着孙子在那玩巴比娃娃 那娃娃又能唱又能跳 一下子就把我闺女给吸引了 我跟闺女说咱不玩了回家吧 邻居大娘说没事玩会吧 闺女刚接过来娃娃 她孙子就不愿意了 碰了一下我闺女 玩具就掉地上了 再拿起来就不想了 我看事情不对 我对大娘说 要不我给你买个新的吧 大娘说这是她儿媳 托人在外地花一千二买回来的 都是邻居 要不你给我一千块钱吧 这个你拿回去给你闺女玩 就这样我花了一千块钱 买了一个破娃娃 早知道这么贵 说啥我也不让闺女碰 说实话这也不能全怪闺女 唉 我又冲动了 不该打孩子 你们说这么个娃娃 哪里值一千块钱了 属实让我心疼 闺女今天得了奖段 没想到却被妈妈气得哇哇大哭 妈妈我今天给你得了一个奖 哇 是吗 拿出来给妈妈看看 妈妈你看 闺女啊 你太棒了 以后继续加油 老师今天还夸我了呢 说我讲故事特别棒 妈妈 你不是说 只要我一得奖 就给我奖励吗 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啊 想吃个雪糕 雪糕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说给奖励的 你说话不算数 你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你现在咱们还没好力说呢 你不知道吗 我现在几句好了 我再吃 不行就都不行 我看你就好了伤疤忘疼 我今天就要吃雪糕 吃雪糕 你想要别的吃的或者玩具 我都可以答应你 就是这个雪糕不行 你不让我吃雪糕 我再也不给你得奖壮了 真是一天天的让这孩子给气死 本来想着得了奖壮适当的给奖励可以激励他好好学习 没想到整这么一出 你们说我要不要给他吃雪糕呢 给他吃就怕感冒加重 不给他吃我又变成了说话不算话的妈妈